中芯国际为何对于美国的点名感到无动于衷 是怎样的底气让中芯国际可以实现两个全球第一 这对中国在芯片行业的发展有何重大影响 近年来全球缺心越来越严重 这就使得全球对于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 因此这也促使全球很多芯片厂商抓住这样的机会 大力发展芯片占领国际芯片市场 满足全球的芯片需求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中芯国际 中国中芯国际在激烈的芯片市场竞争中抓住了发展机遇 加快了中国芯片产业的蓬勃发展 这也使中芯国际成功拿下两个全球第一 分别是客户数量全球第一和生产平台种类全球第一 也使中芯国际极大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和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因此这对于中芯国际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发展意义 也将带来重大的影响 此外有消息称 中芯国际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不止如此 2021年中芯国际公司营收和利润都得到十分显著的提升 虽然在7纳米技术上还没有取得突破 但是通过官方数据显示中芯国际14纳米28纳米的营收收入 已经由2020年的5%上升到了18.6% 取得了巨大突破 并且这一数字还在进一步增长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如今的中芯国际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且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这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将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中芯国际未来的发展 有专业人士就指出 在2022年中芯国际还将继续加大资本的投注力度 预计开支将达到50亿美元 专门用于扩建老工厂以及推进三个新项目 且现阶段中芯国际建厂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生产8英寸硅片和12英寸硅片 这将极大节省中芯国际芯片的制造成本 以此来更好地满足更多种类产品的制造需求 从而使芯片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和制造技术得到新的突破 但是随着中芯国际取得的飞速发展 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并极其关注中国中芯国际的发展 甚至在想尽一切办法来限制中芯国际的发展 有消息称在进度三月份后 不少互联网科技企业都纷纷暂停向俄罗斯出货 其中就包括苹果、微软、英特尔以及甲骨文等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中国中芯国际又被美国点名 美国方面表示 如果中芯国际不按规则出货的话 那么就将在原材料和软件等方面进行限制 对其进行制裁 但是对此中芯国际一点也不感到害怕 也不会受到美国的威胁 因此美国此前对于中国在光刻机方面的限制 这就导致中国在光刻机上的发展十分缓慢 且受到了较大限制 甚至中芯国际此前全额定制的EUV光刻机 至今也没有到货 所以中国中芯国际之所以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可以说完全是靠自身的不懈努力 也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因此才会在芯片的发展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快速增长 因此对于美国的点名警告 中芯国际一点也不感到惧怕 反而是底气十足 因为其已经可以实现完全不受美国的限制 完全实现独立自主经营 现如今的中芯国际 随着芯片制造技术不断进步 芯片良品率不断提升 营收和利润也不断创下新高 这也使中芯国际的发展不如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已经完全不再受美国的限制 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生产 此外中芯国际其实为了应对 有可能被美国抢脖子的问题 也早已经就做好了应对 其中在原材料以及设备等方面 中芯国际早已经提前布局 此前中芯国际就拿出11亿美元购买大量光刻机等设备 以此来加大原材料等储备量 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受美国限制 被再次断供 而且在芯片生产制造方面 中芯国际也尽可能地避开美技术 或者采用国产等技术进行替代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美国抢脖子 因此正是中芯国际的发展吃过美国的亏 所以中芯国际才会未雨筹谋积极做好应对 以此来防止被美国抢脖子 这对于中国芯片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加快促进中国国内芯片发展 觉得一提的是 有消息称 中国国内28纳米芯片在2021年已经实现 国产14纳米芯片预计将在2022年实现 也就是说 中芯国际在技术和原材料等方面 一直都在尽可能用国产替代品 以此来完全实现生产的独立自主 此外 对于中芯国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不得不提一个人 他就是中国芯片发展的领军人物梁孟松 其在芯片发展中有着超强的能力 曾经是台积电的两老人物 后面离开台积电偷身三星 帮助三星在技术上追上并反超台积电 现如今任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 帮助中芯国际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两连跳 完成由边缘厂商到主流厂商的蜕变 其在中芯国际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梁孟松的带领下 中芯国际的营收增长首次超过了台积电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这对于中芯国际来说也是巨大的里程碑和巨大的突破 并且还有着继续往前增长的强势镜头 因此中芯国际正是由于拥有了梁孟松这样一位 曾在三星台积电都有过任职纪念的技术人才 才使得中芯国际在芯片的发展上 可以在发展先进芯片的过程中大大减少了走弯路的时间 从而可以更快取得最大的发展 这也使得中芯国际在芯片领域的发展上 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发展的速度才会如此迅速 据相关资料显示 中芯国际在28纳米到7纳米制程工艺下的研发任务上 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研发 而对于其他的芯片厂商 往往需要通过十几年的努力研发 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 中芯国际14纳米和28纳米制程的技术 几乎都是梁孟松博士一手主导的 除此之外 梁孟松也在中芯国际的其他芯片业务上 提供了业务支撑 例如立基型存储芯片 这目前只有中芯国际在进行生产 这也是中芯国际在此技术上领先于世界 除了中芯国际自身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突破外 中国在先进光刻机的发展上 也取得了较大突破 据消息称 国产新一代光刻机已经通过了验证 因此中国先进光刻机很快就会来到 且中国国内已经开始正式建设曝光系统生产制造 其作为光刻机的核心技术之一 其的建设也意味着中国先进光刻机也将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因此在中国国产先进光刻机实现量产后 中芯国际在芯片制造方面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将更低 甚至能够在14纳米等芯片上完全脱离美国技术的限制 这对于中国半导铁行业的发展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在芯片的发展上将会取得更大的突破 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获得更大突破性进展 改变世界芯片发展格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